香姬菩萨们俐落的包粽发挥良能 刚起锅的养生粽香味四溢 草屯和气的慈祭志工们将五百五十个 送到南投起至教养院 连着三年我们都在端午节 送粽子来跟这些孩子结缘 看到他们充满期待的表情 其实我们比他们更高兴 用料扎实的养生粽 把爱跟关怀也都包进去 除了教养院也送到移民署南投收容所 跟外籍移工分享台湾威 接连几次的活动 志工们包了超过一万颗粽子 越做越欢喜 他们就是忙了一个礼拜 早上就是四点来 到下午的四点 真的就是无怨无悔 佳节送暖 章话的慈祭人则是邀约社区民众一起包粽 一共绑了五千颗 五千多颗的粽子 绑众高手来帮忙 大家才串起爱心 志工同样乐在其中 包粽慕心慕爱 一点也不累 大爱西文真善美志工 林慧芳忠诚德 刘美玲 章话南投综合报道